我們一個母豬被兩個帥哥喜歡之類的 對 而且那時候我才17歲喔 楊成麗發胖慘遭罵母豬 太沒人習慣被罵 真的有一點不知道 我下一張專輯要怎麼辦 我已經在頭痛下一張 因為這一張是我目前為止 分數最高的一張專輯 楊成麗時隔三年髮型型專輯 這次自己當專輯製作人 找來徐佳穎 秦珊妮 混起成娃娃等人創作 專輯含盡量破表 對我來說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直接找上他們本人 所以非常多人是被我嚇到 不管是從IG的私信嚇到 或者是透過他們身邊工作人員嚇到 我就是直接的找到他們最親近的人 要了他們的電話 其實我覺得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要透過任何窗口 那剛剛拉拉我說 他僅僅用鐵板燒就收買了 用高級鐵板燒收買他 用高級 就是那種一個人要四五千塊的一張 其實每個人約的方式不一樣 像齊珍就是在咖啡廳 然後像歐姿姿在我公司開會 娃娃也是下午茶 滿桌子的甜點 對 然後還要去裝他餵奶的時間 那其實老公有給你一些鼓勵或是一件 他給我最大鼓勵其實就是 其實我會當自己的製作人 就是他說我可以 去年我就已經開始有一些文書上的東西 然後他就有發現我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就有跟他說 我可能專輯製作人可能會想要找誰這樣 他跟我說你為什麼要找專輯製作人 你現在在做的事情是製作人在做的事情 你為什麼不自己當 其實我一直到 雙程系那張專輯 我才有辦法用真正我的聲音唱歌 過去的話多少都有被調整 或者是更早期 有被規定要用可愛的唱腔 那那個真的是 比較痛苦的時期 而近期韓星菊和拉身亡 銘行承受的過多壓力 再次被大家注意 這是沒有習慣的一天 沒有我的習慣被賣 然後我中間其實有曾經 跟網路隔絕過兩三年的時間 從愛情白皮術之後 對 因為愛情白皮術那時候真的被罵得太慘了 洪玉燕跟如文樂太帥了 然後我在那部戲又發胖 再細的一開頭拍到中間我就胖10公斤 然後很多人就說什麼 一個母豬被兩個帥哥喜歡之類的 蛤 對 而且那時候我才17歲喔 然後我就覺得 而且你也母豬耶 而且我就 我覺得 18歲都還沒有 母豬就算了 你還要幫他加一個開頭 我覺得要有一個東西一定要關起來 就是好奇心 如果你知道你不適合 如果你是一個沒辦法承受這個東西的話 你不要看 而且 而且以前的罵跟現在罵不一樣 以前的罵都是真的是在忽亂罵的 而且都是人生攻擊 現在的罵都是理直氣壯偷偷是道的罵 有經歷過這些過程 然後到現在看了會 真的偶爾會心裡笑 如果他這樣子隨口一罵 有平息他生活中的不舒服 我好像也OK 對 就是 但也沒有因此歡迎大家來 哈哈哈哈